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杰明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关于台海战争 中共武统台湾爆发时间点的一个观察 中共武统台湾 如果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还很难说 还是一个长远的远景 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特别是随着他的第二任 他的一系列政策走向来看 武统台湾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而是在习近平 而是什么时候开打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 武统台湾 在习近平任上 肯定会开打 问题只是在 什么时候开打 但还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武统台湾 肯定是在 习近平 经历和健康 条件 还没有衰退之前 会开打 而不会等的 习近平已经 七老八十 老太隆重 精力和健康 大不如前 力不重新的情况下进行 有些所谓的专家 长篇大量的说 中共武统台湾 要到2030年之后 甚至要到2049年 中共百年国庆的时候 才会动手 这个 是四四而非的 而且是一种 非常 一种大的误判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这个2030年之后 习近平已经 八十来岁的 到了这个2019年以后 到了2019年的时候 习近平九十多岁的 他早就 那个时候如果他活着 他也 早就没有精力 来实施这么 一个 巨大的工程了 甚至很有可能 他已经退了 由他指定的接班人 掌握朝政 因此习近平不可能 等到力不从心的时候 才开始动手 他必然会 在他 还经历 体力还没有衰退 之前 在 他还能够 绰绰绰有余的掌控一切 的前提条件下 着手进行武统台湾的 这项 巨大的工程 因为 为什么说这个武统台湾 与习近平有这么 巨大的关系 因为武统台湾不仅仅 是共产党的意志 同时 要完成这件事 他们也没有 这么强的 所谓的使命感 和责任心 要完成 所谓的统一大业 因为 这是因为 共产党的独裁者 一般来说 他是一个理性的独裁者 不论他对国内 是多么残暴 杀人如麻 如斯大林 毛泽东 金家父子 对外他们都 非常理性 具体表现在 他会 很精明的 权衡实力 而采取 行动 但是习近平不一样 他的性格是一个 自大才疏的一种 他是一种 自大才疏的人 他是一种 狂傲的性格 而且 他有一种建功利益的 迫切的心理 和不断膨胀的野心 特别是在现在 这个内政 一塌糊涂 国际上四面 树敌 在这个单头 邓小平 他有改革开放的业绩 江泽民 胡锦涛 他有发展经济 经济腾飞的政绩 习近平 一无所有 他如果 再拿不出一些政绩 那么 他的 他在 共产党 领导人 当中 他就会 沉落到 连胡锦涛都不如的 一种历史地位 对于这种前景 他这种恶感性格的人 是绝对 接受不了的 而且 现在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共国的 不断倒退 大幅倒退 特别是在他第二任期 是大步的回到 毛泽东 计划经济时代 以及毛泽东的集权社会 现在 这个 全国的城乡 公销社 已经全面覆盖了 现在 这个 公私合营 也在 大步的 不动深色的推行 而且 新一波的 农业合作化 所谓的改革 农业合作化的 改革 也就是农业 重新共产 农民土地 重新 集中 经营 收归工友 集中经营 废除 联产承包 责任制 正在 如火如荼的 进行当中 随之而来的是 国家对 个人自由 控制的 越来越严 不仅 摄像头 越来越多 而且 随着 数字化 货币的 推行 个人的 一切 经济行为 经济活动 都是完全 透明的 个人的 储蓄 正在 被收割成 电子化的 粮票 在这个大数据 人脸 识别 技术的 普及下 中国大陆人 越来越没有 隐私可言 经济上 重回 这个内循环 的这种 计划经济 模式 不在于 国际资本 接轨 正在于 国际资本 脱钩 而这一种 回归 倒退的趋势 也是 台海战争 风险高涨的 一个因素 为什么呢 因为越是 与国际脱钩 他打台湾 就越少 顾忌 胡锦涛 江志明 邓小平 他那个手打 估计很大 为什么呢 一打 他的改革开放成果 就会毁于一旦 一打 就会受到国际 制裁 特别是美国的制裁 他的改革开放 就难以为惧 他就得不到 美国的 喂养和输血 得不到美国的 辅助 他就没有办法 继续改革开放 他不可能 在国际资本当中 分得一杯一根 因此 正是 这种 回归内循环的 这种趋势 也使得 这个 台海战争 开打的风险 高涨 也很可能 是习近平 他这种 回归内循环 回归毛泽东 集权社会 计划经济 同时也是在 也是在为台海 开战 做准备 那么什么时候打 刚才我说的 一定会赶在 中共一定会赶在 习近平 经历和健康 衰退之前 动手 而且 一定会赶在 美国 不太方便 介入的时候 动手 说到这里 我想提醒 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 武统台湾的问题 实际上是 中美 对抗与 角逐的问题 因为 近三十年来 中共 海空力量 在数量上 压倒了台湾 而且技术 也与台湾 的装备 大幅的接近 现在中共的 这个 新配备的 坚二十 它性能 已经接近 F16了 台湾的F16了 托台湾 清算 中共的 国民党 领导人 马英九之福 台湾 浪费了 八年的时间 因为 马英九的 三不主义 就是 不统 不独 不武 不武 就是 不自我增加 五倍 为中共 武统台湾 创造条件 这个 卖台的政策 台湾 失去的太多 一直到 这个特朗普 上台以后 才有所改观 而且 动作也很慢 一直到 这个新冠 瘟疫 美国受到重创之后 特朗普 不得不与中共 死磕之后 才大幅的 追加了 对台湾的援助 和外交 上的 重新加强 紧密关系 中共 武统台湾 实际上是 中美角逐 那么这个 如果 美国 不能够 及时的 介入 台海战争的话 一旦台海开战 美国不能 及时介入的话 那么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 中共 海空 导弹 也就是 恶炮 它的力量是 数量 它是压倒台湾的 那么 在它这种 狂轰 滥炸下 在它这种 出动 这种 渔船 运送预备队 在结合这种 正规军 两栖登陆艇 登陆 的这种 战术的 同时进行下 台湾 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 中共 解放军会 省事惨重 但是 随着这个 战斗的持续 台湾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台湾就那么大一点 就是比海南岛大一些 它一旦 中共 那个 抢弹登陆 部队登陆了 那么就非常困难了 因此 这个卖台的总统 马英九说 首战 即中战 首战即决战 它是有道理的 一旦被中共 抢弹登陆成功 那么有些人 说这个台湾可以 以向战 游击战 摧毁解放军 的攻势 这是无疾之谈 因为 解放军 它是没有底线的军队 由这个六四屠杀 都可以看出来 它不会像这种 这种向战 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是这种向战 拖住解放军 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因为它登陆以后 它会毫不犹豫的 卷地毯式的 凡是遇到抵抗 会卷地毯式的 这个狂虹滥炸 把这些建筑 都炸成一片废墟 它不管你 它不会因为 你是老百姓的名寨 是台湾 所谓台湾人民 居住的 台湾人民的城区 它就会手下留情 会进行排查 进行向战 但它不会 它不会 它不会这么高 它会直接把 整个城区 整个城市 把它摧毁 让你这个狙击手 你狙击也没有用 你在一片废墟里面 这个你的残绳之地 都被炸成一片废墟了 而且狂虹滥炸 是卷地毯式的 无差别式的 你狙击也没有 它将你这些狙击手 这些抵抗的这些游戏队 跟老百姓一块屠杀掉 当年希特勒 在 斯大林格勒 泄入那个巷战 那个地域正规 德国正规部队 在斯大林格勒 泄入巷战 是因为希特勒 愚蠢的 硬要 这个德国军队 占领 斯大林格勒 他说占领这个 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 一个城市 从心理上是必要的 你要占领斯大林格勒 进驻斯大林格勒 你当然需要清除 这个狙击手 需要这个 需要的话呢 保留一个城市技术 不能完全退去 这个城市 所以 导致这个德军 卸入了这个不对等的 与狙击手之间的 不对称的战争 非常吃亏 那么解放军 他一旦登陆这个台湾 登陆了台湾 攻入台湾的城市 他不会再进行这个巷战 这种巷战是想当然 他凡是遇到抵抗 他就会 把你这个城市彻底 或者把你一个城区彻底摧毁 只要 只要发生这个 他只要他收到狙击 收到袭击 他就把他一大片的 这些老百姓通通杀光 他不管你是老百姓 还是抵抗分子 因为他是没有底线的军队 中共他是没有底线的 这样的话 你的游击战 你的狙击战 就失去了载体 那么美国因此 台湾保卫战的成败 美国的 这个介入 就起到关键的作用 如果美国 迅速的介入 而且首先是 空中的航母编队 那个 以逼恶隐形轰炸机 你代表的 空中航母编队 迅速的 辞员台湾 而且吸取这个 韩战和越战的教训 不要束手束脚 在阻止 在轰炸这个 中共抢弹登陆部 渡海部队的时候 同时 对这个 中国 江浙福建 上海江浙福建 广东 这些野海 各大港口城市 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坚决的阻断 中共向台湾海峡的 输送能力 那么 在配合 在配合 这个航母 航母舰队 航母战斗群 对中共 对中共海空力量 进行打击 那么 中共解放军 将迅速的泄入失败 甚至完全有必要 通 在 空中航母编队 海上航母编队 介入台海 的同时 派这个无人机 通过这个航母 发射这个无人机 都通过渤海湾 或者进入圣海 或者 深入南京腹地 对中共领导人 实施斩首行动 对中共 军 党 政 军 地方领导人 实施这个大规模的斩首行动 那么 别将瘫瘫 中共的公共台意志 对美国的迅速介入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中共它什么时候动手 有这个解放军 前解放军 海军上校姚诚先生 认为 大选期间 大选那一个星期之内 是美国会打第一枪 刺激中共动手 我认为 这种可能性 很小 因为 先打第一枪 既不是美国也不是特朗普的形式传统 因为特朗普 他要胜血 他不太可能 主动 与这个 第二大国 第二核武大国 中共国 调起一场战争 但是 特朗普 他会极限施压 按照他的惯例 极限施压 迫使中共开第一枪 他会坚决的 辞员台湾海峡 进入台海 援救台湾 这是他的行事方式 那么中共 趁这个美国大选 这一个星期 动手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因为刚才我说的 中共 他 武统开打 他有两个 硬 硬条件 硬前提条件 一个是在 他会抢在习近平 进立和 健康 衰退之前 第二个 他是要 趁着 美国 清皇不接 难以 不辨 持援台湾的 档头 那么美国大选 这一个星期 就是一个 美国清皇不接的 一个薄弱 薄弱点 因为 美国政府 特朗普的主要经历 都在忙于大选 而且这个 这个时候 美国朝野都不希望 接入一场战争 但是一旦 中共开打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是肯定会介入 这个迅速的 持援台湾的 而且 打得好 还会对他的 大选 选民 选票 造成一个 一个很大的提升 作用 导致很多选民 转而投他的票 他如果 表现出一副 果决 英勇 这个硬汉总统的形象 而且取得了胜利 比如说一周之内 就把中共给摆平了 或者是三天之内 把中共给摆平了 那么 他基本上就 赢定这场大选 当然很有可能 中共也会采取 11月3号 当天开打的方式 那么 使得这个 特朗普政府的反应 就存在很大的变数 那么特朗普 这个时候特朗普很可能 就会 采取这种 最大 最强烈的谴责 以及 调派这个 这个航母 还有这个空中力量 持援台海 的这种姿态 先采取这个 先采取 威胁 你如果不停止 攻打台湾 后果 你看着办 他应该会采取这种 这种 这种姿态 总而言之 这个 美国大选日 11月3号 这一个星期 习近平动手的 可能性非常大 为了防范 中共趁这个 薄弱 环节 这个青黄不接的 薄弱点 对台湾进行 闪电战 美国现在 最好的办法 就是大力 军援台湾 或者 果断的 驻军台湾 并且 正式出台 台湾援助法 表现出一种 斩钉截铁的 援助台湾的 姿态 才有可能 减轻 美国在大选日 对台湾 实施突然 袭击的 危险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